我们前两天从老家回重庆 不知道这个车轮胎在什么地方被那个钉子给砸了 然后呢就是在老家的时候有一点点漏气 然后后面高速路上就是就越来越漏得厉害了 但是当时呢就是没有换的地方嘛 我们现在就回重庆准备去把它给换了 给它给补了 给补胎 就现在想起的话就是在漏气的情况下 开了400多公里就是感觉非常的危险 也挺后怕的 所以说我们要赶紧去把胎给护上 然后就给冰出去了 适合都是留钱哈 哇 这这个地方补可以补但是就是补的容易漏 你先先先你说一下 因为这个是靠近这个了 你看这么长一只我冰就是这里被扎了 然后一直在漏气 但是他说这个这个位置太近了 可能补了也会漏 先补一下看一下吧 这个补30块钱是不下 这个补养的第九多米饭片 这都是四两个那块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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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这个轮胎的话已经补好了 那个兄女工检查发现不是一个钉子 是两颗钉子 他问我们是否那个欺骗的 还是那个蘑菇钉的 他说欺骗的是30克钱一个洞 然后蘑菇钉的话是80克钱一个洞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欺骗的 两个洞的话刚好是60克钱 我们因为不是外行嘛 也不知道不欺骗的安全 还是那个蘑菇钉的安全 欢迎大家就是留言评论啊